資料的收集 因為很多長官 主要是果樹、蔬菜、飽頭 都說叫他們種花卉 說台灣現在只有花卉會賺錢 那我聽了這句話都是怕怕的 因為我們的花卉 假如出來種的話 大概衝動就完蛋了 因為它又不能吃又不能曬乾 所以我今天把一個數據做一個比較 荷蘭的花卉 我們所謂的他們的Gloriculture 是包括切花、藤花、官葉植物 還有一些盆栽的植物 那麼苗土鏈是崩開了 那我們是把花卉 包括苗土鏈都一起放進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就很快的說 我大概分成是六、六大部分 那後面的五、六就一起收上來了 那所以現在呢 先說這個世界花卉 你要記得這個數據 才曉得我們的一萬週風行是太多了 結論就是這樣 台灣真的 這個全世界呢 全17名的切花 總共只有六萬風行 我們佔了四千、五千風行 沒包括寫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相對太多 那麼它的產值的話 大概是350億美元 雖然雖然是少一點 但是成長力非常的快 那麼這個美國呢 消費是最多的 它的渡眷主要是從比例子進口 那麼部分的蘭花呢 台灣進口 事實上只有一點點 相對來說 那麼館廠植物的進口來說 最大的進口國家是 德國、美國、化國跟英國 那麼出口國家呢是 德蘭、中南、美洲 真是最主要是Post-Haregan 那麼亞洲呢 事實上就是 這個以色列 中東就是以色列 那麼亞洲是大陸 所以歐洲呢從事 我們現在要了解 好為什麼歐洲呢 市場和貨幣的消費會這麼多呢 最主要你可以看看 英國人呢 做原意DIY是最有文化的一個國家了 占74% 德國、72% 化國、46% 事實上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家人 他們才有的呢 自由力只有47% 其實我們財幣的房子 有有力大概是七、八成吧 但是我們呢 就是打白河酒啊 都不種花啊 你說你怎麼水廣啊 所以沒有院子的人 他也可以在他的涼臺 玄光做花 我們通通都圍起來了 水泥浪板圍起來了 這樣子他才會大一點 OK 所以你說怎麼要來促銷花呢 要花展什麼呢 真正好找我也 OK 我們看 歐洲這個切花、盆花的產銷值 所以很多人都看上 德國、跨國、英國 那麼其他的國家 比例雖然是蠻多的 但是就是說每個人是消費蠻高 但是他的人口太少 所以 那真是就是那麼遠的地方 那對澎花來說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未來的趨勢呢 是在澎花 那我們要賣什麼 我們可以賣種苗 那麼美國呢 大概占3分之1 西德呢 占20% 那麼在這個 我們來看看 美國發貴的零售 是retail 你可以看看 很多人說 從美國從切花來看說 它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 但是呢 你可以看 它市值上 它院子大 所以它的mursery 還有哪些球根 停電植物 是賺的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每個人是用到 140G一塊 那只要用家庭來算的話 一個人會要400塊美金 所以一個家庭用到400塊美金 你不能嫌他省 它不是光是買切花 所以你可以看 所以它美國呢 它的花位呢 它把它稱為 Green Industry Green Industry呢 就是包括 Lowry Culture And Nursery 還有Respity 所以我們這方面呢 都是Touch的菜市 你可以看 這個是這樣 接近60% 那麼我們一直講的就是切花 在美國切花呢 整個的零售消費呢 只是15.6% 所以未來 我們以前這樣講的就是 幾乎是切花 它們是over production OK 你設一下那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以蓬拉跟切花的消費盒來說 是挪威瑞治是在前面跟澤國 為什麼這兩個國家會忍 除了它們的經濟發展 最主要是它太低了 中繼太長 所以它們會買很多的花 你想我們是雅熱站 這天天衣服們到處都是地悠悠的 哪裡要買那麼多的花呢 所以不只是沒有這個消費習慣 還有呢 就是說你的氣貨的關係 不需要買花 外面就是綠幼幼的 所以你假如說 加上整個我們來看看這兩年的變化 所以這兩年的變化呢 那這個下面呢 我們來看看 那麼你假如說是 蓬花主要是包括些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看看 以美國的多批花獎 因為美國的切花 雖然用的蠻多的 但是最主要是進口後 它自己生產的 占的比例很低 那麼最主要是它的花痰食物 就是蓬花跟觀念食物 想一下 那麼這個蓬花的批花值 我們來看看這個排行 幾乎所有的國家 河南日本還有台灣 是南華第一名 美國呢已經排到第二名 那麼還要有一段時間的努力 就可以趕上這個聖誕頭 因為美國的聖誕頭 是排第一名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觀念食物 我今天呢 為什麼要把這個詳細的弄出來 最主要是 我們這個高屏地區 可以發展什麼 就是觀念食物 而這個觀念食物 沒有什麼很大的明星 就是超中南京一名的分片 那麼就一下幾張 最主要的就是 天然星刻的職物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草花呢 它找草花的第一名呢 是天主腿 它把這個無性繁殖的 還有種子的加起來 然後換第二名就是 非中共鮮花 那麼台灣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展什麼呢 因為這個 天然星的草花種子 我們自己沒有這個產業 我們的草花幾乎 種子90%以上 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展這個 樹根性的 樹根性 像這個美人椒 就是一個熱帶的 那你賣什麼 賣那個 那個軟肉跟進 那他們買去 就是夏天就可以排草 這個中天 他沒辦法住在中天 下面一張 所以我們可以發展一些 那麼假如說 騰草排名呢 各位可以看啊 這個是日本的 饒草 就是第一名了 OK 下面一張 我想我不要再 然後我們來看看 那主要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切花的消費的國家呢 我們可以看也是 德國 美國 英國 這些 但是呢 他們的切花的消費量 也在下降 下面一張 這個也就是說 那主要的外交國家 是 荷蘭 俄羅比亞 以色列 那麼這個 這些國家 那 我們呢 要跟這些 已經 他們都在走下坡 所有的切花 都是走下坡 下面一張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 剛剛講到說 塵災 我們台灣要發展什麼呢 外野植物 跟營養性 就是維成天氣 繁殖出來的植物 維成天氣 第一名是哪一個國家 因為它天氣比較熱 在相對的歐洲國家 靠近地中的 第二名是佛蘭 美國 达曼 現在你請看這個第五名 Costa Riga 也就是說 能夠有本事 賣這個 專業植物營養系的國家 是在中南美國的Costa Riga 那麼 這個也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進口的 這個 這個就是 像 農選樹的樹幹 那個天就是從Costa Riga 進口 下面找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賣這個活的植物 就是 Lifted 跟Costa Riga 排名了 當然第一名是 荷蘭 那麼 第十名 也是有Costa Riga 我相信我們台灣的氣候 跟人 這個 研究的 絕對高於Costa Riga Costa Riga 那個國家是怎麼樣 你要寄進去 沒有地址 所以你防止 一定要塗不同的 顏色跟樣子 這個油彩 才能夠寄到你家裡 你就可以想要 這是我學生在扣專業 在做龍中隊的 講的話 絕對沒錯 OK 所以 所以你可以了解 這個世界的 切花盆花的買賣情形 現在我們來看荷蘭的花卉 大家都一直講 荷蘭的花 秋冬花卉 非常的有名 我現在用它的產值 讓你知道 除了它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這個秋冬花卉 總共才是 五億五千萬歐元 但是它的納含性 苗目 就有六億五千萬 那麼它的盆栽的增長率 你可以看 戶壞栽域的反正之勢 OK 所以這裡面 和核蘭的栽培面積來說 文字Greenhouse 才六千多 而這裡面 是招款 數目3 所以 總共才六千多工錢 切花才占三千多工錢 那麼這個主要的 陸地摘培的 是有兩千種工錢的 陸地摘培的切花 所以它的切花 總共加起來 才五千工錢 我們台灣也生產五千工錢 還要再生產 孝水 能讓它幾乎的加 OK 所以呢 求根花卉 這是陸地摘培的 總共三萬多 最主要是求根花卉 跟Tree 下面一張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個是剛剛的 那它的摘培面積 再看看 產值用歐元 現在已經都是用歐元 那麼這個求根花卉 還剩了一點點 那麼最主要是 Flower culture 所以講說 當地生產面積 那是 花卉呢 使它產值是比較高 我可以想一下 那它的前十年呢 排名就是 玫瑰洲花形計畫 是這樣的情緒 所以這裡就是 一般的花卉 一般的傳統的花卉 那我們台灣呢 到底要生產什麼 因為呢 一定是差不多繁核了 那我們來看看 台灣的生產 我們 這個千花要占 47% 所以我們的千花面積 是4000多公頃 是太多了 但是呢 到了去年開始 有蘭花 它的面積才 444公頃 但是它的產值已經漲 23% 其實這個統計是偏低的 OK 下面呢 那我們呢 主要的摘錢面積 你可以看看 這個千花的面積 就是4000多公頃 2001年已經跳下來了 所以呢 這個花卉已經 千花已經是飽過 而且我很飽是走下風 所以每一個人 只要去從事這方面的千花生產 那一定是令人很飽 下面一招 那 那台灣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高屏地區的產區呢 我把這個台南這個高屏地區來看 大概占百分之二十幾 OK 那麼這個 換一句話 高屏地區是蠻重要的 下面一招 那 假如說以台灣重要的這個花卉 就是配台灣黨局花 1343公頃 第一名字 這裡面呢 也有你們的這個 這個 南部的那個 就是 在那個美容也重一點 因為三月份的時候 這裡的菊花 具有競爭力 那這是我十幾年前說的 至少現在證明 我說的是對 因為呢 韓流來的話 這個田尾鄉太冷了 所以它是在三月外銷 日本是算不準的 常常不也是在萬丈地方 就是東外普 也就是你中間過了十二月以後 這個 後裏的那個堂堂股 固氣太冷 所以它會在火災地區運到日本去 所以只能到這個高屏地區來種 這也是我的建議 現在也差不多是這樣 那麼 越南鄉呢 也是在南部 所以炸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 那你這個高屏地區要種什麼呢 我告訴你 不得來 就這麼簡單 其他的火火花 跟文西蘭 不既有競爭力 這是絕對事實可以證明我所說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財文的淺花產業來說 四千八百七十公頃 只要造個農民 這個統計就是 這個農業統計聯告來說 所以我們來看看 一段的話應該生產四千六億 除上兩千 這百萬人口 每分要用六十二支 只有買六十二支千花嗎 所以是實際上共過一千 所以這個給微規限在這裏 你的高屏地區在這裏 下面一張 那麼我們來看看下面 也就是說 我們來看看它的氣溫 它的最低溫都在十五度左右 那麼這個白天的最高溫 大概在二十四五度左右 那你知道只要到二十五度左右 就是Optimum生產總量最好的氣溫 雖然EveryG的結論 最低溫只在十八度C 只是有說的絕對溫和幾十度C 那你要有廣唐的設備下面一張 那你可以看看 就是這個是它的這個 每天的日照量是很夠的 這麼在這個六月底 有一個晴空萬里 沒台風來 所以這個是我整理 對啊 這是習近平給我你們這裏的資料 我用電腦器把它整理出來 這裏確實有一個高峰 當然就是光度非常的強 所以溫度也比較高 就在六月小旬的時候 那麼其他的時間呢 這個降影量就是乾旦 強光 這個就是生產總苗最好的氣候 下面一張 所以我們的外銷東西呢 從這個總苗的統計來說呢 這個苗木類的話 第一個是文心蘭外銷的也很多 另外是第二 第一名是古雷蘭 所以OK 這是外銷最多 第二個是馬拉巴里 我才這張不清楚 不要 所以我們這裏呢 那麼最發展的 我把它簡單的 先換正面說一下 你最發展熱帶的花卉 像這個薑花的色 這個 夜來香 但是它不適合殘土運輸 只是Local的銷糕 但是你最增產總熟外銷 就是這個金球 還有這個產生的薑花 是用地下性 來繁殖的下面一張 那麼溫帶的地方呢 他們也在流行 要去尋找新興的花卉 新興的花卉 就是熱帶花卉啊 溫帶那早就有了 所以你就賣給他 他每天下街都來買啊 以後他中間 挖掉蒜 都會去煮湯 另外一個是藤花 所以OK 這是我們很重要 還有這個觀賞後裏 這個觀賞後裏 主要都是在屏東 那麼以前他們說 移到大陸去一定是會 以後他們就不要買我們 我去年過年的時候來看 就是一個貨櫃櫃櫃出去 我到了廣中啊還有什麼 他們說中間太樂 所以呢 我們還是既有競爭力 當然其他的這個培底師 喜歡冷涼的 那另外一個地方種 不是你們這裡種 那你們呢 還可以種什麼 真正的玩熱帶蘭花 因為我們呢 大概可以生產 兩樣熱帶蘭花 真正的熱帶蘭花 要到高田地區來 因為你知道 但是这个真的是万长 就是只能中手没有外销潜力 只是说Local 因为它是在长得太猛这个万单 所以众人都是在南部 那我现在来介绍一点蝴蝶兰 你看这个不是民国八十四年 这是1984 那时候我做实验 我怎么会挑选蝴蝶兰呢 讲一点小故事给你听 就把这个抽了花哏凉 差不多四公分的时候放在人家一直夹照耗掉 经过风吹就是那个风吹 两个月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泡了水 一天以后再把它种才会开放 这个植物太棒了 一定可以用长途运输 你看看剪下来的切花 抛到四十二间以后这个花端 咬着放这面放着枣梅了 这个不是花半数的黑美 就是它真面已经那么久了 18年前 所以今天我们生产了这个4.5寸盘 大概三个月这个珍惜长了这样子 OK 真的就是你这个植株这样子才合作 很多人没有达到这样的 估计有国际竞争性 这个是7.5寸盘促进以后6个月 这个是组建楼的企业的来站 你要既有这样的能力才可以生产 既有外销潜力的 甚至我们 那么这个是成组 OK 现在是 开始我们想要用 这个第一罐的方法 最后呢还是用人工胶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包吹的成组 然后我们呢 就已经 我们台湾有着资本的这个技术 我们带出来的greenhouse 可以控制这个light intention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高频地区中间的话 日照 干旱 没不降雨 所以日照 日照时速非常的stable 所以你用这个遮音网 就可以把light intention 控制在optimal condition 那么这个是台湾的 各位仔细看啊 你未来的最好的greenhouse 只是把两层的遮音网都放到外面去 里面的这个是广寒的遮音网 这个是主要是要广寒用 中间要加温 加到几度呢 加到28度C 然后不然才会长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是加温通通管在这里 下面这样 为什么要加到28度C呢 这个是很少人不整 我这个资料是去自己台湾 今天的这个是 这个几月12月23号1999 最外面的气温 会激到4.7度C 就是在早上这个 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 最低温降到4.7度C 假如你没有加温的话呢 你这个不得难做中坏掉 所以你要加到多少温呢 你可以看这是三间温室的平均 一个蓝的16 这个是第22号 16的号 总是在27度到28度 到了白天的时候呢 光线出来的话大概是在21度C 这样子才能够完全抑制它充整 营养生长 因为日本要买我们的兰花 充够整的油这痕迹它就不要 像没章 你可以看看啊 那么这一天呢 这个7月25号 最外面的气温是25 35到36度之间最高 但是我的Greenhouse控制呢 都在30度左右 假如你超过31度 我学生做的研究呢 超过平均温度31度 你的光合支援降到值一百分之四十 就是Opiment30度的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这个植物调高温的话 它就长得不好 但看似差一点点就长得不好 所以这个在这个低温之下呢 你的光的强度 因为你的光处强了 这个温度就可以升到 所以高平地区 找你的这个中间的温度 高的话是对你的生产无疑然 非常有利的 这个在大陆不管哪一个整个温室 没办法来提醒去 那么这个是讲Opiment30度 我们来讲讲这个 这个环蕾子 这些东西要高温的 当然十四度西不太会寒话 真的不懂啊 不懂有什么用 那么未来这个市场是在哪里呢 应该是北方的大陆 因为他们呢 这个气候不如 我刚刚从那边回来 我栽埃平常第一天的好天气 其他都是阴京跟台北一样 没有太阳 下面一张 所以这个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椰子类的 这个Prime跟菇铁 我想我们从从艺术界 这个外桥很多 所以全生产的 大概都卖光了 后来是你没有货可卖给人家 他们要的是价格的 所以从世界过国去进口 都是从这个Costarita这区版 他们的价格的椰子 因为他在大陆在造景 造景要表示有钱 所以要大客 下面一张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Opus里面呢 还有一个文型 我想这个很快 那么当时以为它是一个热栽花卫 但事实上呢 它是喜欢冷凉的 因为它是原本的热栽 甚至不同的海拔高度 所以你比方说完全见 因为这温度很高的话 它很难蓄积养分 所以下面一张 下面一张 那我们来看看 橙花里面有哪一些可以刮展呢 我到现在还没有达成这个任务 台湾的震荡纹 现在这里做得很好 前面这个技术不好 你看我这一本啊 这一本是比赛的 后来我就研究生做了研究 做了好几个 我就说我的研究生 要做到真比赛的话 同样我才心 我才愿意停下来 所以我现在的学生 种的是哪一本 种到这样子 OK 那么这个苗呢 是要夏天就要大量的繁殖 才能够贡献这个秋冬的 尤其是早期 今天要排在这里 要更早 哪个是桌子呢 母本呢 就要春天二三月 就要开始贡献 但是整个的平地太冷 所以只有高平地址 还要用温室加温 才能够生产这个圣道红的茶树 这个市场有做到呢 告诉你日本跟大陆 通通都是我们的市场 你要不要正常事 下面一张 OK 那么这个麻辣巴利呢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是在我们的地团 就是植物里面外销才第二年 仅次有苦涼花 那这个下面一张 所以呢 因为高平地址长得不坏 但是它的品质差一点 因为它出来的牙比较少 它没关系 我们用几边呢 三边四边五边 就克服这个问题 OK 吃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属于 对啊 金兰星恒的植物下面一张 这个金兰星恒植物 它刚刚已经解释过后名了 所以呢 我们后面还是增加物器 有竞争性 为什么后面有个希望呢 因为它也是 锦天端在线 跟蝴蝶海一样 可以耐长途运输 那么这个是巴西的 这个 巴西点数 这个树干就是 下来我们也是从 Postaria进口的向上 所以这个嘴信呢 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 很耐出运的一个 一个关系值 那么现在组合谁 那我们台湾呢 把这个万联系也卖到购物去 现在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进口 它就可以种得很好 还有这个人生农赛 不见就可以种得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 十几年前就过去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们已经连着市场 就是怀日值天要很长 长得很慢了 不需要太好的设备了 我们就不具有竞争力了 要高科技 要很好的设备 才能够把品质控制很好的 那就是台湾可以发展的东西 下面一张 下面呢我介绍一下 另外呢 我再讲一下 有说的就是 我们可以供应 除了种苗 药业 植物的兰花之外 另外一个是花产之外 因为你中间的这里 太比较热 可以繁殖夏天的草花 就是比如说 你这个是 下面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些 那些系统 就是说 有的是夏天在高冷地 供应出现的话 有的是夏天在高冷地 供应出现的话 那个 这个 就是 春末的夏天 好不好 先再快一点 这个 这个情形就是 这个背景跟 跟麦造写过来 快一点 还有 那么 这一阵的供应 这个都市的地理 的话 只有 后面两张 我一定要讲 好 下面两张 下面 再下一张 没有吗 OK 这这两张 就是我们说 在做花费生产之外 还有就是说 必须要了 才可以开花 为什么外国的 乐瑟尔苗土 用了很多呢 乐瑟尔植物很多 这个是 新鲜生产花园 也就是 从事一生产 荣源 或者生产 标准 这个应该是 我们的 花园 我们这个 可以去发展 人家到 曾经来玩 冲散那个海 这么过瘾啊 所以你如何去创造出一个 心态荣源 心态花园 来吸引这个 所以就是 休闲荣源的一部分 但是一定要景观较亮 你要景观较亮 则压不然 最后就讲到这样 不要有结婚 好 那给大家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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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师 我想 把握时间 各位不晓得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 李老师的 我通常要听李老师讲课 是要跑得进去台大 好有机会 各位不晓得 有没有什么 不晓得 不要晓得 李老师 我想请教你一下 我们现在有很多 像台湾的瓜盒 或是一些大的 这个月子 都跑到大陆去投资 我也是满担忧的 例如说他那边会 开出很好的条件 公司 积租金 这方面 很好的条件 让很多月子 都 真的都是往大陆出走 我很担心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些花卫人 能够跟流台湾 我告诉你啊 他是开出非常好的条件 就是市值 他公司的什么都带好了 叫你去承租 那他什么都没有 你就要去投入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把这个宅节价 买这个走 瞄了什么 然后你去做 最主要是 你能不能卖到钱 叫你的投资 最后卖不到钱的话 你会赚钱吗 而且呢 这个重发是高技术的 尤其是胡杰兰 让他要胡杰兰 使 刚才说 放下好车 到能够 那里细啊 所以他没个劲 那细模 很简单啊 再一次要重大能到 卖到钱啊 那就是诈诀问 而真正到那里去 都是半教育的 比较多 在这里不能生存的 再跑去 早知道在这里 不能收好的话 在这里就可以赚钱了 来 胡杰兰 我回答你 谢谢 谢谢 我们进去 会被谁的国家占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 谢谢 谢谢李连老师好 我再顺便先打个小广告一下 我们11月21号 21号没错 李老师是21号没错 11月21号 为了祝贺李连老师 50岁大寿 我们在台北有办一个 这个花卉方面的联讨会 专门针对花卉这个主题 也对花卉有兴趣的 在座各位到台北来 你要打一个广告 我也补充打一个广告 你要分析 什么样的花才会在台湾 或者什么样才会中的好 在那里就才要成 今天不见 哈哈哈哈 今天要在台北 马上市场报名 算是没办法 就会做过这个良好的机会 我谢谢李连老师好 谢谢李连老师好